我刚参加了北美的行政钻石旅游从夏威夷回来 所以看起来像晒过日光夜的样子 你们有多少人想去夏威夷度假呢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去 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你可以跟家人一起去旅游 你会把很多时间花在你最在乎的人身上 我们在夏威夷度过了愉快的两个星期 我忘记了在美国本土现在已经很冷 来到中国这里的天气也比较冷 这提醒了我我的家乡也是很冷的 如果你们享受过钻石旅游 你就会知道没有任何其他公司会像我们的供应公司一样 为大家组织这么愉快的旅游 我相信只要你们愿意 你们可以拥有跟我一样的同样愉快的经历 你们很多人都会在一起相处很多年 然后呢一起享受钻石旅游 这一房间呢会变成满是钻石的房间 我曾经听您说过有人定立了一个目标 就是在2010年要出一千倍钻石 对吗 你们有没有人现在已经下定决心 要在2010年成为钻石的呢 我可以告诉你 只要你成为钻石 你一定会觉得所有人都在为你欢聚 那些曾经打过工或者现在还在打工的人们永远也想不到供应公司会用这么好的东西对待你 这是跟你的老板截然不同的 你要跟一些责爱你的人批评你的人在一起 还要跟那些真正从内心为你欢呼的人在一起 这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现在呢请大家互相看看左右的人 然后呢互相对对方说 看你最贫穷样子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如果我们确信从此以后我们只有比现在更好 是不是很棒呢 世界上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我们这种信心 他们没有期望 也不能保证从此以后将比现在更好 对到这个生意是一次奇妙的探索 我们非常享受自己赚钱的方式 我觉得它是如此有力量 如此有影响力 我对自己说我想要做它 并且呢我想要继续做好它 这是正确的事情 我相信除此以外 没有其他的事情能给我提供这些别人看得到 以及看不到的好处 应该说生命太短暂了 所以呢你一定要健康 生命太漫长了 所以你一定要富有 你们有多少人想要富有呢 好你们这样回答我就放心了 因为我得确保我是来到了正确的房子 像我这样每个星期都去到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方非常有趣 你知道吗 你可以得到美妙的回忆 就好像每天回到你在世界各地的家中 这就是我所说的真正的生活 不是勉勉强强的活着 不是辛辛苦苦的活着 不是为了活着而工作 我想要一种充满冒险 充满乐趣的生活 你们有多少人也想过着充满冒险和乐趣的生活呢 如果你决定了要过这种充满冒险和乐趣的生活 那么不管你在生活中遇到多少艰难困苦 遇到什么情况 你都要在每天做出这个决定 好的 下面呢 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内容 以帮助大家过上这种充满冒险和乐趣的生活 你打工的时候也可以做这些事情 你出于兴趣而去做 把它当成一种投资 很多人在业余时间做这生意 目的是将来有一天不再需要打工 如果你自己在上班 你认识一些正在打工的人们 你就可以给他们提供这些建议 让他们享受这些乐趣 我很喜欢寻找乐趣 出其不意的跟人们开些玩笑 说一些与众不同的话 因为人们经常太忙于工作 太白头苦干了 以至于不能够从他们平时所做的事情中得到乐趣 下一次你到自动提款机前面去取钱的时候呢 你可以在提款机前上下跳跃的说 我要钱我要钱 有时候呢你需要开开玩笑 把气氛调动的更加积极 每一次我们相遇在一起 一些人可能已经成长了 有些人呢还在原地踏步 甚至是退步了 我不知道你们每个人现在的水平如何 但是我希望这里所有人都怀着期望来到这个房间里 因为今天是一个领导人的聚会 如果我来到这样一个领导人聚会上 其他人的奖钱都比我更高 他们都比我更水平的话 我的心情会是非常迫切的 参加这样的聚会 我永远觉得无我所值 因为我可以吸取新的思想 更有效率的领导人们 也许有人会问我 你为什么又来到中国呢 你为什么这几月之内两次来到这里呢 那是因为我坚信 你们现在正处于突破和爆炸性增长的边缘 正处在一个上升阶段 一个高潮的开始时期 虽然和过去相比 我们现在已经就有一定的规模 但是比起未来 我们今天还是非常小的 但是请大家记住 我们现在处在增长阶段 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永远保持着 这种增长 你们一定要确保 你的这个生意的方式 能够让你的生意逐年持续的增长 你们有多少人想要保证这种增长的呢 我很希望能有机会 带着我的太太和孩子 来中国跟大家相聚 代表我的大家族 跟大家在一起 我希望能为大家带来 在多个国家和地区 反复多次被证实 是非常有效的生意思想 和实践方法 这些珍质心愿 都是在不同历史阶段 面对不同障碍时 被证实是非常有效的 我们有三种增长 第一种增长是相加 比如一加一等于二 二加二等于四 那么第二种增长呢 是相乘 比如二乘二等于四 四乘四等于十六 第三种增长就是指数增长 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不是二乘二等于四 而是二乘四等于五十 我们可以把握这些原则 学习我父母亲和其他领导人的经验 要知道原则是每天 每个月 每年都在起作用的 任何领域的成功都不是有保证的 成功不是必然的 在这个生意中 成功也不是必然的 没有人能保证 你可以在这个生意成为钻石 或者是皇冠大使 你是否能够达成你的目标 取决于你自己 市场计划是否起作用 也取决于你自己 每次当我跟一些钻石 跟一些领导人在一起 我都非常急切的想从他们身上 学到一些什么 我很愿意帮助你们 实现你的目标 发挥你的潜能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成功的 或许你现在的成功 还没能够达到你所想要的收听 但是相比起 这个房间外面的人 你们已经是相当的成功了 我看过一本书 书里面讲到有两种类型的人 一种是性格推动的人 一种是品格推动的人 性格推动的人身上 就有一种性格可以吸引人们 把人们吸引到他的身边来 他们很有吸引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能够把人留住 有些人的成长可能像野火一样的快 但是很快就会烧光 不能够持续 而另外一些人却能够缓慢 但是持续的成长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品格推动的人 这些人的品格非常高尚 他们信守诺言 说到做到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 这个生意中成功的因素取决于你 因为你能够做什么 是由你自己决定的 有些人能够吸引很多的人 但是不能保证能够留住这些被他们所吸引的人 因为他们没有品格推动力 另外一些人呢 虽然一开始比较腼腆害羞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他们的自我成长 他们会拥有长期的品格推动力 我的父亲经常提到长期思考 你要明白 这生意是属于你的一辈子的生意 还是你只打算做几年的生意呢 有些翡翠和钻石也许已经很满足了 因为他们现在所拥有的是以前想都想不到的 有些人也许不愿意在千里迢迢地感到 条件艰苦的地方 像他们没有成为翡翠或者是钻石 之前一样的努力做事情 他们现在有点贪图安逸 不想再做这种辛苦的事情了 但是呢 我也知道 在这个房间里面 有一些钻石决定要达到更高的水平 我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也看见他们所做出的努力 我能够看到未来的趋势 也能够看见他们以后会怎么样发展 我现在已经把你们当做未来的钻石 因为我相信 你们有朝一日会成为钻石 不是说在座的每一位都会成为钻石 但是呢 只要你们选择成为钻石 你们以后就会成为钻石 还有一些人 他们今天没有来到会场 但是呢 这些人也能够成为钻石 问题是 你们愿意发展一个长期稳定繁荣的生意吗 我父亲在跟他的伙伴做资讯的时候 我常跟我父亲在一起 所以呢 我是看着一些人承担起来 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的 我从加密尼来到这里 首先乘飞机飞到日本 然后呢 再从日本飞来中国 如果起飞的时候 航道出现偏差 即使是只有能一点点 如果没有纠正过来的话 我们绝对不会降落在日本 我们也许会飞到南亚 降落在印度 但你起点上的毫里之差 也许就会导致你有一千里 我发现啊 有许多人他们成功了 但是呢 回到他们的初始阶段 我们发现 他们并不是那种看起来最可能 最有权力成功的人 他们为什么会成功呢 一切从大脑开始 从思维开始 这就是我父亲常说的一句话 你的思维决定你的结果 他决定你是幸福还是不幸福 你是富有还是贫穷 这并不是说你讲了多少的计划 你开了多少公里的车 你如何辛勤工作 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等等 当然了 你勤奉工作等等 都跟你的成功有关 但是最关键的 还是从你的思维开始 因为这决定了你怎样工作 你在这生意当中能够看见各种各样的人 这生意代表了我们的人生 人带着各种各样的目的走进生意 有些人想得到认可 有些人想要赚钱 有些人有着其他的目标 这个生意能够让人在做出一些努力之后 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 有些人很聪明 他们做所有正确的事情 有些人看起来很聪明 可以做到很多正确的事情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这些人应有性格推动力 但是却没有品格推动力 所以当他们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就会复制出只应有性格推动力的自己 随着时间的质疑 曾经一度被信到他们身边的东西 他们想要的东西 就会逐渐的远离他们 曾经一度被信到他们身边的人 他们得到了褒奖 他们得到了尊敬 收入和生活方式 同样又会逐渐的远离 你能够来到这个房间 说明你是领导人 虽然你此刻是领导人 但我们不知道你将来会怎样 领导人的定义是 有能力去吸引 去召集追随者 这是开发你内在的领导利益书上的定义 如果你怀疑我的说法 我可以把这本书打开读给你听 我这次出门呢 带了六本书 我就要从美国到夏威夷 到日本到中国 在回家的路上 能够看完这六本书 其中呢 有两本书我以前已经看过 但是呢 我还要看 因为它们是非常好的书 当你听完一个CD或者是看了一本书 并不意味着 你以后可以将它们树枝高格 不再去看它 不再去碰它 一些好的信息 你必须要反复的看 温故而知心 另外呢 还要做笔记 画出重点内容 人性的弱点 这本书呢 我看过很多次 我以后还是会要经常重温它的 我的父亲在度假的时候 喜欢在游泳池边晒太阳 很多钻石跟他一起谈话 游泳池边呢 也有不少的小孩子 我父亲非常喜欢孩子们 有时候呢 他也会当他们的导师 不管他们现在是什么水平 不管他们现在是五岁 十岁 还是二十岁 我父亲呢 都以他们能够听着懂的一言 来跟他们交流 向他们传说一些原则 领导力的一个关键是 如果你想要成功的带领对方 你必须要了解对方的背景 和现在的情况 如果你想要某个人以你的角度去看某一件事情 达到你想要他所了解的那个目的 你就要理解他们 接受他们 那么你怎样去理解他们 接受他们呢 方法就是提问 问问题 我的父亲问别人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父亲经常说这个生意是非常敏感 变化很大的 大家明白吗 为什么说他脆弱 因为这个生意正在人的基础上 这是一个人的生意 我们的确要销售产品 因为产品是不会自己走路的 不是产品去销售人 而是人去销售产品 做生意的是人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自我提升 自我成长的教育计划 我们将这个教育计划和奖金制度 结合在一起 帮助人们达到他们的目标 生活是充满挑战的 在这里呢 有没有人跟旁边的人 或者是伙伴的关系存在困难 你们和你们的孩子 伙伴和你们的家人之间会有冲突 这就是我们生意脆弱的原因所在 因为冲突是我们生活的必然 人与人之间一定会发生冲突 有些人呢 会忽视冲突 不承认冲突的存在 我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经常会跟他们的配偶吵吵架 有些冲突 在美国这是很普遍的情况 中国夫妻从来不吵架了吗 也许中国的夫妻特别和睦 美国一个最著名的婚姻咨询专家曾经跟我说过 要判断一对夫妻的婚姻是否成功是否幸福 有几件事可以让你去判断 第一呢 就是你可以观察夫妻双方的讨论 经过多久会升级成为冲突 当这个讨论变成了争论之后 他们就会如何处理这个争论 第二呢 就是夫妻双方能够在多久之内 将这个争论慢慢降温解决 有一些夫妻从讨论到争论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他们已经有日积月累的矛盾 所以呢 一些讨论很快就会变成争论 但是他们经过长期的磨合 也可以将非常激烈的争论 迅速降温环体 而另外一些夫妻可能要很久很久才能解决这个争论 有些人好像是把桥梁烧掉了一样 桥梁烧掉了就再也没有办法修补了 我们的生意是以人为本的 所以呢 很重要的是如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建立一个长期的关系 我的听听说 这个生意是脆弱的 因为人们的自我私心是脆弱的 人们很快很容易就会受到伤害 人们有时候在无意中后伤害他人 有些人呢 是要故意的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管别人 接下来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关键的内容 就是我自己也一直在努力的方面 我母亲以前一直跟我强调这个原则 我也看见我父亲尊全了这个原则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领导人 请大家拿出笔记本写下这句话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领导人 你绝对不能让自己受到冒犯 你们明白吗 我看见很多人跟我父亲说句话 他们也许是很批判性的 或者呢 带有一些令人沮丧不愉快的负面情绪 然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父亲 被任何一个人任何一句话所冒犯 你只要永远不让自己被冒犯 就足以解决人际关系中大部分的问题了 那么你怎样才能学会不对人冒犯呢 那就是不管谁来跟你说什么 你都不要把它个人化 不要认为它是针对你的 你们明白吗 第二呢 就是千万不要去冒犯别人 如果我要归纳我对领导力和人际关系经验的话 就是以下的这番话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黄金法则 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你 你就得首先怎么样去对待别人 这几乎是一个宇宙法则 几乎每个人都听说过 这毫无疑问是我的一个准则 这也是我在圣经中发现的一个原则 不要去冒犯别人 比方说你去参与演出一场戏剧 你可以当一场戏剧的旁观者 我宁愿做一个旁观者 不管别人跟你说什么 你就好像在看气 他所说的绝对不可能冒犯到你 我并不需要接受你对我的观点 你怎么看我 那是你的看法 我不一定要接受你的看法 但是我尽用你 领导人的心态是非常开放的 我会对人民说 我承认你说的话有一定道理 关键是要在冲突之中找到共识 然后从这个共识开始 慢慢扩大共识的范围 如果两个人面对面站着 我们对共同目标产生分体 他想往这边走 我想往那边走 就像两个人站在路上 我不可能让他转身往我的方向走 如果我要让他转过身来跟着我走 那么我看到的只是他的后脑勺 让我们俩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的 一个最容易的方法呢 就是我自己转过身来 走到他的身边 搭住他的肩膀 我们的眼睛向着同一个方向看 肩定肩一起向前走 一起交谈 然后呢和他一起绕个圈 结果就回到了我原来希望他走的那个方向 那么这两种方法的区别在哪里呢 第二种方法呢 是搭住他的肩膀 我们俩一起倒一圈 我理解他 同时呢 也跟他朝着同一个方向看问题 从双方的共识开始入手 然后呢 再慢慢的讨论一些分歧的问题 但是要记住 你必须谅解人们 原谅人们 如果我父亲不是抱着刚才的那种原则 不是坚持不被别人冒犯 不让自己被冒犯的话 今天他的生意绝对达不到这样大的规模 这样高的水平 我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呢 在叶泽的书里面有许多的论述 这不但是教人去讲计划 而且是在领导人与领导人之间 人与人之间也很实用的法则 领导力最重要的因素不是说你可以给人们树立榜样 领导力的唯一关键是你必须给人们树立榜样 我现在所提出的长期战略所关注的 并不是五年十年 而是十几二十年以后的发展 今年是耶和钻石俱乐部的第35年 有些人在15 25 35年前 加入了我父母的钻石俱乐部 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系统 不是建立在做两年五年的基础上的 这不是一个做几年就甩手不做的生意 而是一个持续终生的事业 不是说你上了钻石 然后退休 并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当你做到钻石的时候 你已经达到你的高峰 你可以趁这个动势继续往前走 而不是往下滑 当我父亲做到皇冠大使的时候 有人问他 你怎么做到皇冠大使的 那个水平仿佛是遥不可及 很高很高 我父亲说 我所做的与众不同的事情 就是我从来没有停下来休息 所以你一定要趁着动势 继续向前走 在这一生意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一定会遇到很多挑战 我们来特别谈一下中国 现在似乎有许多的挑战和困难发生 美国政府也曾经调查过我们的供应公司 当时大家也是有很多猜测 以为公司可能要关门了 但是有些人很有信心 他们认为最后一定能成功 政府一定会承认我们的合法性 这个挑战过去了 以后还会出现很多很多的挑战 在中国我们从来没有容易的时候 但是我想 如果中国不是因为环境如此艰难 遇到这么多挑战 也许就不会出现如此惊人的增长 所以大家一定要感谢问题和挑战 因为正是这些问题和挑战 给了我们能力去克服它们 现在遇到的挑战之一 是我们需要去试用新的法规 还有奖金制度调整这些问题等等 当我在下雨的时候 供应公司的两个高层经理跟我谈话 他们问我说 你在中为伙伴是如何应对这种新情况的呢 我告诉他们说 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完整的民族 他们不但完强 而且非常有志向 有理想 非常具有创造性 因此我们一定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并且继续向前走的 我不知道克服这样的困难 要花一年两年还是五年的时间 但是我相信中国的朋友们 一定会像骑术高超的骑手一样 去把这头野马给制服 每一个团队都会继承领导人的品格 所以呢 你们的团队也会继承你们的品格 这就是为什么以身作则如此的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早上 我跟大家分享耶格的长期思维 兼顾的基础和原则 你当然想要跟随那些超越自己水平的领导人 你更想跟随那些在整个行业领先的领导人 我父亲和我们的家族在整个的行业之中 是赚钱最多 规模最大的 我不是在这里自出自为 我说这番话目的是要让你们知道 你们是在跟随怎样的团队 要知道在困难时期 你们跟随了这样的团队 团队的力量绝对比任何一个个人的力量强大许多 我们作为一个团队 并不是为了我们的领导人去做事情 我们是作为一个团队去做事情的 不管前面出现怎样的情况 我们都要一起向前 一起努力 我不会对你们说谎 事实上确实会出现许多的困难 我们甚至每一次都可以很顺利的找到解决方法呢 不是的 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区别 是失败者永远在找停下来的理由 而成功者永远在找坚持往前走的理由 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架飞机在沙漠坠毁 剩下落名生还者 其中呢有一个两岁的小孩 还有一个落十五岁的老人 周围是慢慢的沙漠 什么也没有 他们幸存下来 但是呢不知道能不能够维持生命 因为救护人员暂时还没有能够找到他们 他们决定要向西走 因为记得飞机是从西边飞来的 也许呢向西可以走出去 他们没有水 也没有粮食 非常的疲惫 那个六五岁的老人跪下来说 你们继续往前走吧 不要理我 不要被我拖了后腿 两座小孩子的妈妈看到老人跪在地上 她也停下了脚步 让其他人继续往前走 而她呢对这个老人说 你不能停下来 我们必须继续往前 这一幕君把两座小孩子放在老人的手里 让这个老人抱着孩子 于是呢老人重新振作精神 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这就像我们今天的情况 我们向前走就是为了你们继续向前走 我们要把生意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 要有长期的思维 我们的目标不是眼前的几年 而是十年和十年以后的增长 如果你想在这个生意中更上一层楼 不管是钻石双钻还是三钻还是全球创办联会成员 你要更上一层楼 就必须将你的思考提高一个层次 下面呢我要谈一下定理目标 定理目标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力量的 我可以根据人们的目标 判断出他们将来的情况 跟我们的伙伴一起定理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只要你在比赛当中 你就一定要有目标 你不能参加一场比赛而能预先定理目标 这里有没有人打保龄球 我们家族有一个传统 就是在新年的时候呢 聚在一起打保龄球 请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看不到保龄球前面那些好像手楼弹一样的物体 那么打保龄球还有什么意思呢 你必须有目标 而且呢你一定要把目标写下来 如果你不把那个目标写下来的话 它就不会有力量 也就不会有影响力 在每年的开始 每年的结束 我都会回想 我都会展望 将我想得到的东西写下来 写在小本子上随身携带 我不只写一年的目标 而且会写两年五年和十年的目标 我把这些目标分类 分为健康目标 我的体重营养目标 精神目标 思想目标等等 我要做到什么事情 我的家庭目标 我要为他们做些什么事情 我要跟他们一起分享的事情 我要对他们承诺的事情 在我的生意中 我要达到什么呢 我会把这些目标写到这个本子上去 然后呢再去规划 我对人们有怎么样的承诺呢 我对我们美国国内和国外的生意都有规划 我把我可以从目标中得到的回报 跟目标联系在一起 在我没有达到那个目标以前 我不会买一些东西 比如说 我没有达到某目标之前 我不会跟我的家人去某个地方度假 在没有达到下一个目标之前 我不会买一辆新车 也许呢 你很想跟你的家人去高级餐厅吃晚餐 但是呢 你可以定一下这个目标 如果我不把某个小组的业绩提升到一万分 我就不跟家人去高级餐厅吃晚饭 不管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一定要将你所得到的回报 跟这个目标联系在一起 我将这个目标本子携带着 每天呢都拿出来看一看 你有目标和没有目标 是结人不同的两回事 如果你不去看你的目标 你就会过着跟从前一样的生活 如果你有了目标 你就会成为你达到彼岸的桥梁 比方说 你想要减肥五公斤 你要持续的为这个目标付出努力 你要有每一个步骤的目标 不是简单的说 我想要上钻石 而是在你上钻石之前 你要做好每个阶段的目标 好 那么现在呢 让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个生意的基础和结构 大家都很熟悉一本书 叫做管道的故事 每一个团队都是一个管道 你想要一个怎样的管道呢 你想要一个吸管那么细的管道 想要一个水桶那么大的管道 还是想要一个大型的地下管道呢 在做了这一生意的时候 要把它当做一个很大的生意去做 才能够有很大的生意 你不能按照一个小生意的架构 去建立你的生意 这样呢就会导致你需要做很多后续的工作 甚至呢放弃原有的管道 再开始去建立另外的管道 你不想去建立一个9%的管道 你也不想只建立一个21%的管道 你想要建立的全都是钻石的管道 你宁愿做一只暂时只有9%的业绩 但是呢将来有潜力成为钻石的管道 也不愿意去铺设销量仿佛非常均人 但其实潜力只有9%的管道 跟架构有关 跟远回有关 有段一个故事说 一个人建房子建了有30年 有天呢他对老板说 我差不多要退休了 我想有更多的时间跟家人在一起 老板就对他说 那好吧 可是你能不能再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呢 在这段时间内 我会找到新人来带去你 于是啊 这个老工人同意 再为这个老板工作一段时间 建好另外一幢房子之后 让他的老板去找新人 这个工人因为想退休 建房子的时候呢 就很心不在焉 他总是想着退休以后的生活会怎样 虽然答应了他的老板要建好这幢房子 但是呢 他并没有像以前一样 认真的去建这个房子 他上班没有过去那么早 并且呢提早下班 对一些续节也没有那么注意 但是呢 因为他答应了老板要建好这个房子 所以呢 他还是把这个房子给建了起来 他对老板说 我已经把房子建好了 我要准备退休了 老板对他说 好的 这是这个房子的钥匙 作为你的退休礼物吧 那么这个老工人大吃一惊 他不知道这个房子就是送给自己的 如果他知道这是他的房子 那么他就会付出加倍的努力和心血 去建好这个房子 要记住 我们现在是建立自己将来的房子 所以呢 一定要把它建好 建房子的原料是砖头和石块 砖头那是建房子的重要材料 另外还有水泥也是非常重要的 砖块呢 就好像是这生意当中的产品知识 叫人们如何去销售产品 而水泥呢 就像人际关系 有些人很懂得怎样去砖块 而有些人呢 却很擅长涂水泥 在我们的生意当中 这两方面都是同样重要的 你绝对不想住在一个摇摇荒荒的房子里 那么现在我要看一谈领导力的五个水平 我刚才说过 领导力是吸引追随者的能力 但是你有能力吸引人 并不代表你就是一个好的领导人 领导力的第一个水平是地位或者是位置 人们跟随你有时候呢 是因为你的职权你的位置 这是领导力的最低水平 这生意是完全自愿者的生意 人只会跟随他们想要跟随的人 位置是领导力的最低水平 领导力的第二个水平呢 就是许可 在这个水平上 我们作为领导人去工作 我们不是把它当做工作 而是为了乐趣 但是呢 有些人在第二个水平上 停留的时间太长了 以至于不再想往上走 第三个水平呢 就是铲除 这时候人们跟随你 是因为你所得到的结果 比方说 你已经达到直气 那么人们认为 你已经做到了 你已经有某些成就了 如果你已经是翡翠 人们认为 你已经掌握数字的方法 你如果做到了钻石的话 人们会认为 你更有能力了 第四个水平呢 是人们复制和发展 人们跟随你 是因为你在他们身上投资 是因为你帮助他们 做到了事情 领导力的最高水平是 真我 你在这个水平上 留下领导力的遗产 当你走上领导力台阶的时候 随着这个台阶的上升 你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 台阶越低 你的责任就越少 我的一个导师对我说 今天的社会跟50年前的区别 就是今天的人们 更加关注他们的权利 而50年前的人们 想的更多的 则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如果你是一个 正在走上领导力阶梯的领导人 你就要让人们愿意跟随你 而不是他们必须跟随你 你首先得以身做财 你需要在他们身上投资 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父亲经常说 我们帮助人们发展 然后他们才能建立这个生意 在英语单词中 胜出这词的字母 拼写是WIN 每一个字母可以代表 一个单词 连成一句话的意思呢 是现在什么最重要 你必须排好事情的 优先次序 在你的团队里 每个人的水平都不同 没有人跟你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 我们必须了解 他们现在处在什么水平上 他们面临的情况 才能够排除更新次序 才能知道 对于他们来说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你要把房子建立的稳固 要超越教育系统和社会 要个别帮助他们 因为你要挑战那些 想要做得更好的人 真正做得更好 你要把对个人的赞美表达出来 你要赞扬人们的优点和长处 人们会注意到 你是在帮助他们发展 你赞美他们 他们就会允许你帮他们做得更好 或者呢 帮助他们做出调整 这都是与信任有关的 我说的最终关键是信任 当你对人们表现出你尊敬他们 你喜欢他们 你赞赏他们的时候 人们就会信任你 如果人们不信任你 他们就不会允许你 作为领导人去带领他们 就不会将需要改进的方面提高 如果你不是一个优秀的追随者 那么你的伙伴也不会成为优秀的追随者 还有一句话说 人们只愿意对他们信任的人负责 我记得在下面一份的行政暂时谈话 谈到怎样发现一个领导人的权利 要看这个人的权利有多少 就看他如何去接受调整和决定 我父母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我的父亲很能够激励人们 指出他们做的好的地方 去赞美他们 如果我的父亲并不是很熟悉对方的话 他就会赞扬很明确的部分 比如说你的头发很好 你的牙齿很漂亮 你跟那个服务员打招呼的态度非常好 等等 那么赞美的相反做法 就是指责和抱怨 就是挑剔 虽然你发现这方 有些地方已经做的相当不错 但是你还是觉得不满意 你可以说 如果哪里哪里再改进一下就好了 有时候因为没有太多时间 所以你直接指出他们需要改正 需要提高的部分 但是你还没有建立起他们对你的信任 你赞美人的目的 就是要告诉人们 你希望他们成功 在他们知道你希望他们成功之后 他们才会允许你帮助他们 大家回想一下 对于你的配偶 对于你的丈夫 凡是你批评过他们的地方 他们有没有改进呢 通常都不会 他们只会觉得恼怒 只会觉得沮丧 所以呢 你必须创造出一种关心和信任的氛围 当你赞美别人的长处和约点的时候 他们通常会开始自动调整 他们做的不够的地方 因为人们会非常争取 非常喜欢你对他们的关心和赞赏 他们还想从你那里得到关心和赞赏 就会不断的努力和提高 我发现 当我赞扬人们 而没有去挑剔人们的不足 他们反而会在我没有指出的方面 做出很大的进步 这种效果呢 是我直接让他们纠正和改正所达到的 有些人可能会想 你现在所说的 跟我们帮助生意伙伴 做一个大生意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啊 这正是我们气号砖块 建造一个牢固房子的基础 在这个生意当中 有软技巧和硬技巧 人具关系就是我所说的软技巧 硬技巧呢 是比方说敲钉的是硬技巧 只要有效的跟人打交道 有人相处 这是软技巧 真的 你必须要在软技巧上过硬 因为人们在没有加入这个生意以前 在他们原来的工作岗位上 也许从来都不需要 或者是没有学习过这些软技巧 如果你希望得到人们的信任和尊敬 那么你就必须要掌握这些软技巧 我看到有很多人 他们在这个生意当中的位置 已经带给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但是呢 正是为了想要得到我们的赞赏 他们才持续不断的进步 所以如果你尊重人们 人们也就希望得到你的尊敬 他们会努力迎娶你的尊敬 今天我所说的内容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建立这些软技巧 也是实现我们下一阶段 创造一千个钻石的基础 我在我父亲身上也看到同样的特质 他永远是在为别人服务 而不是让别人为他服务 这个是为什么我来到中国 为大家服务的原因 有很多人不愿意长途旅行来到中国 他们明年留在夏威夷 或者是其他地方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服务大家 是为了帮助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够掌握和运用 为他人服务的原则 你最后某一阶段 不能待在一个下来塔里面 高高在上 而是要帮助你的伙伴 去发展他们的生意 我认为中国市场非常有潜力 你能够想象到 未来中国会出现多少位钻石吗 每一个新市场开业的时候呢 我们的团队都不会是最大的 而是从较小的规模开始 逐渐持续的增长 今天我们牢牢掌握拉美市场 80%以上的市场份额 我们10年前才在欧洲开始规范化经营 开始建立系统 那时候的市场份额呢 只有8%到10% 但是从那以后 我们开始分享信息 开始组织聚会 现在的市场份额呢 已经达到了20% 我们团队是整个欧洲地区 市场份额增长最快的 在南欧 土耳其和北欧 几乎所有的新算石 都是属于我们团队的 我父亲在刚开始的时候 也没有一个很大的团队 他也是从一个很小的团队开始 那时候呢 他也许只有5%到10%的市场份额 但是任何时候 只要遇到困难或者是挑战 我们的团队都一定能够克服 并且在低潮的时候 得到更多的市场份额 在美国 我们掌握80%的市场份额 几年前呢 你们也想象不到 今天会出现这么多的钻石和翡翠 但是我相信 像今天这样的水平 仍然只是一个比较小的规模 我们在明天和未来会有更大的发展 希望大家跟我一起进行这次旅行 我们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 但是我们有信心 我们有很棒的领导人 在我们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知识系统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做 但是我们一定能做到 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在一起 我相信只要做到最好 我们才能够证明我们是最好的 这里是一个为成功者准备的房间 我们要帮助这个房间以外的 有权利的人 做到他们能够做到的事情 美国有一本书谈到 为什么一些人赚到的钱 比他们实际能力要少 并且分析了原因 通过观察人们怎样说话 就可以判断他的思维是怎样的 这种人说话 第一 听起来会给人一种受害者的感觉 第二 他们总是抱怨 他们把自己的过时归咎于外部环境 第三 这种人往往低估了自己的价值 他们愿意为他人打工 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第四 他们很喜欢舒适的环境 他们喜欢舒适 而改变是绝对不会舒适的 正因为他们不愿意让自己感觉不舒服 所以他们浪费了自己的潜力 第五 他们被恐惧控制 他们害怕成功 害怕失败 害怕被拒绝 害怕做出改变 如果你要向那某个方向前进 你一定要拥有积极 而不是消极的心态 我母亲经常谈到期待 从你每天早上起床开始 你要不断的重复你想要得到什么 因为你所说的最终会变成事实 你的大脑并不知道什么是假想 什么是现实 但是当你这种期待的说出来 进入耳朵 进入你的大脑就会形成信念 你的大脑会形成想法 会提出建议 努力把你的信念 你的期待变成现实 不管你所拥有的是低期望 还是高期望 你的大脑都会努力工作 把你的期望变成现实 再下来呢 让我们谈一谈系统 什么是系统 为什么要系统 以及怎么利用系统 首先呢 来说一下什么是系统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有一个广泛的定义说 系统是达到一种特定目标的 有组织的方法 因此呢 任何成功的生理或者是企业 都发展出他们特有的系统 一家营销公司可能拥有一种非常好的推广系统 而系统能够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去持续的实现目标 如果没有系统 你完全是一来个人一盘散沙 就不会得到任何可以预见的结果 当我父亲建立他的系统的时候 他通过几十年的经验建立这个系统 并且呢 不断的调整系统 总结怎样是成功最大化 是失败最小化 我不是说不会出现失败 失败是永远存在的 让我们将失败最小化 将成功最大化 那么系统呢 又是多方面的 他包括我今天早上所说的原则 领导力和实践等等 领导人通过聚会 把他们的系统传授给我们 并且呢 通过书籍CD和磁带 加强系统的教育 作为机构或组织的领导人要清楚 将成功最大化的最好方法 就是让更多的人使用同一种方式 我们都需要教育 我们知道教育会带来可预见的结果 就好像我们送孩子去上小学中学大学一样 通常呢 教育会决定他们的表现 你要带领大家同步前进 你不可能每个星期亲自去教导每一个人 所以呢 我们需要书和CD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 去保整个团队各个角组都能得到正确的资料 才能保证整个团队的爆发性增长 而不是以相加一加一方式增长 系统的威力比系统之中所有个人相加的力量更大 那现在呢 我要谈一谈杠杆 聪明的企业家都希望能够实现爆发性的增长 杠杆呢 就是帮助你做到这点的增据 所以就像去申请贷款 然后负债经营 大家觉得这种方法好不好呢 其实啊 有好有坏 一些愚蠢的人可能会借债 一些聪明人呢 也可能会借债 这取决于你如何去运用它 如果你将负债用于一个好的投资 那么你就是在利用别人的钱来增加你的资产净值 这个工具不属于你 但是呢 你正在利用这个工具去增加自己的价值 我们公司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拥有世界上无可匹敌的研发系统和产品 拥有一个独特的产品销售系统和市场计划 我们并不需要全部详细了解这些系统 但是呢 我们需要学会运用它 一些聪明的生理人看到旁人所忽视的地方 然后呢 抓住了那边去开发出最大的价值 我们的公司有很多很好的产品 但是呢 没有足够的人 我喜欢这个生意的异点 是因为我们不需要像其他生理人一样 一定要从公司买些什么 或者是做很大的投资 我不需要花一大笔钱去固体员工 我不需要给你钱 我运营这个系统就像唤醒冬年的蛇一样 我只需要利用一个现成系统 找到哪些跟我一样渴望这个机会的人们 我只需要发掘人们已经拥有了潜力 并且利用他们的潜力和信念 也许呢 这些潜力是潜藏着的 但是如果你不去利用它的话 那么这些潜力就会变成零 这就好像我们跟人们谈话 谈论这个生意 也许他们一开始看不到其中所包含的机会 但是呢 这个生意是我所看见的最好的杠杆工具 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很好的利用杠杆呢 你需要很有能量 如果你要运用这个杠杆 你就要积极活动 努力工作 在你见到结果之前 你必须要付出非常巨大的努力 我一直在不断的帮助人们建立这个生意 离开中国以后 我将会做到日本 去帮助我的9%的小组做家庭聚会 帮助他们开发新的生意 新的市场 我们家族已经有55个FAA分数 但是呢 我们还不满意 因为我们明白到 如果你不继续成长 你就会开始消亡 我看过一本书叫做 《团队的五个功能失调》 那么这本书在美国非常出名 对广泛经营的商界和体育界 书中通过一个金字塔图屏 增弃了导致团队功能失调的五个因素 美国的插足杯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橄榄球比赛 参观军队的教练呢 就应用了这本书上的原则 书中谈论了在企业界里团队成功的五个因素 如果这五个因素没有做好的话 就会成为团队功能失调的五个因素 如果一个团队出现功能失调 那么就会出现每个人各自为政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时间表 在这个生意里 我们提倡整体团队思维 而不是个人团队思维 第一个因素呢就是信任 你必须信任别人 你值得别人信任 我父亲说 我可以放心的把我的妻子交通给你吗 你会给我的孩子正确的教导吗 我能在金钱问题上信任你吗 你会把你的生命交通给我吗 这是每一位追随者 向他的领导人提出的疑问 那么这些疑问呢 有时候会被提出 也有时候会被藏在心里 面对领导人人心里会想 你是为了你自己 还是真的为了我呢 如果一个团队缺乏信任 那么就会出现书中所说的 婚姻能失调 有些人缺乏主动性 我们谈到咨询的必要性 咨询是非常重要的 想让你的团队 你的伙伴愿意跟你做咨询 你就必须确保他们信任你 只有当他们明确的知道 你的指导对他们有当助 有好处 他们才会愿意跟你做咨询 这是以信任为基础的 那么第二个可能出现的功能失调 那就是和谐 这可能分为缺乏和谐 或者是根本没有和谐的问题 有些团队中出现一些恐惧 大家都不愿意面对面的 澄清一些问题 解决一些冲突 要建立一个很强大的团队 必须要有一种愿意开诚 不公讨论事情的氛围 你要应用我刚才谈到了技巧 赞给别人 这样人们才会信任你 你才能够对他们提出建议 不要自己参与演出戏剧 而要做戏剧的旁观者 第三个因素呢 就是承诺 一个强大的团队中 每个成员都要有很多承诺 如果他没有承诺 那就是缺乏承诺 缺乏承诺的情况 就是没有人知道未来是怎样 没有目标 你对你领导人的承诺 要大于你对你的伙伴的承诺 你是一个大团队的一部分 你又是一个团队的领导人 你带领你的团队长期发展的能力 取决于你对领导人的承诺 因为你的伙伴会复制你的样子 你所做的比你所说的更加重要 所以呢 你首先要对你的领导人有承诺 这是第一团队 你自己的团队是第二团队 你领导人的团队是第一团队 如果你不首先对你的领导人有承诺 你个人团队的品格和诚信就会瓦解 第一团队是负责 你要说到做到信守承诺 并且呢 要跟领导人沟通 每个月沟通 每个星期沟通 我应该做什么 我怎样才能够做到 有些人就让他的伙伴对他们负责 但是呢 他们却没有对自己的领导人负责 而生意伙伴恰恰是复制了他们自己的样子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愿意 负责 也许要真正负责很难 但是我相信你可以做到 我们只愿意对我们所信任的人负责 我们只愿意对那些有向他们领导人负责的领导人负责 我们每个人等于是愿意给说话算数的领导人负责 第五个因素就是注重结果 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 我们是否真的从这个生意中得到了结果 我们要注意 如果没有结果 那你就只有自我娱乐 以上呢 就是团队中容易出现的五个功能失调 我们正在谈论未来出现一百位一千位钻石的圆景 因此呢 我不希望团队出现任何一种功能失调 下面呢 我要谈一谈不交叉 就是说 你不应该采纳不是自己的领导人的业务意见 我父亲说 你一定要确保你所咨询的人的利益跟你一致 那就是说 如果你做不好这个生意的话 他也会蒙受损失 只有这样的人 你才能跟他做咨询 在交叉的情况下 那个给你意见的人 不会因为你做得好而得到好处 但是呢 也不会因为你损失而受害 任何不属于自己团队的人 都是竞争关系 对吗 交叉者是竞争者 如果我们处于同一团队 我们就是为了整个团队一致的利益努力 想想看 开赛之前 两支球队在赛场上热身 这两个球队的球员 会不会在热身的时候相互交谈呢 他们会不会问对方球队的比赛计划呢 他们会不会提出建议说 当球来的时候 你要这样踢或者是那样踢 他们会不会对对方的团队说 只要用这个工具了 我们有更好的信念工具 想想看 即使他们是朋友 赛场下他们互相认识 他们也绝对不会交叉 甚至未必会跟自己的队友分享 即使在同一支球队中 前方后卫各有各的教练 他们去练球员在球队中负责各个方面 球员们不会对其他人说 不要听你教练的 我们教练告诉我们用这种方法 交叉会使团队受损害 出现信任危机 有一些好事者总是想制造一些方法 我的父亲经常说 你不可能通过分裂得到增长 你不可能通过分裂得到费增 另外一个要点呢 是推崇 我觉得我们进行的推崇还不足够 当你向上推崇领导人的时候 你的伙伴就会更加推崇你 因为他看到你向上推崇 你不可以只把推崇停留在口头上 你最好是以身作则 有些人会说 我不喜欢这个人某些方面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推崇他做的好的方面 人无完人 你不完美 我不完美 我们的领导人也不完美 我们的伙伴也不完美 如果你希望你的领导人完美 你的伙伴也会希望你完美 我们永远不可能做到完美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 但是呢 我们确实需要接受人们认可他们 我们需要给人们尊重和荣誉 我们总是在这样做 我自己说 有四个法则是我们一定要遵守的 第一呢 就是永远不要打我欺负的主意 我会打断你的腿 第二呢 就是不要教坏我的孩子 你教别人的孩子 当着他们的面 说他们的父母不好 就会让孩子产生混淆 第三呢 就是不要眼红我的金钱 你去打别人钱包的主意 是迫害人际关系最快的方法 如果你欠别人钱 最好赶快还清 存在财务关系的时候 往往容易出现问题 第一次呢 就是不要插手我的生意 不要破坏我未知付出了金钱 爱和关注的事业 不要制造问题 你没有权利去插手别人的生意 在这些方面呢 有什么坏的例子呢 那就是不适当的交谈 比如说我刚才谈到了交叉 但是一般性的对话 比如谈论天气啊 谈论美食啊 或者是谈论度假 这些一般性的交谈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够谈业务 不能给他们意见 你也不征求他们的意见 如果他们问你意见的话 你就让他们去找他们的领导人 我父亲说 当你跟团队以外的人比较接近的时候 你就会冒着破坏关系的风险 我永远都会记住 无论什么时候 我跟别的团队的人交谈的时候 永远推崇他们的领导人 不管他们自己特地推崇 我也不允许他们评论我的生意 当然也不去谈论其他人的生意 美国有一句俗话说 把你的鼻子放在正确的地方 这是一个必须要遵循的原则 如果你在别人的团队知道混乱 那么这种混乱呢 也会造出来影响你 这就是自作自受 你是在拨下什么样的种子呢 你是在拨下一些信任和推崇的种子 还是在拨下一些不和谐和怀疑的种子 分散的种子 批评的种子 别以为这对你没有影响 一段时间之后最终也要承受你所种下的略过 好 我今天说了很多有分量的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要告诉你们 我相信贫穷不是天意 贫穷是违反天意的 我们没有必要让自己贫穷 贫穷和富有之间的区别 只不过是心态的区别 也就是我们思维方式的区别 思维方式会决定我们的行为方式 也会决定其他人的行为方式 就归根结底又回到了领导力的皇宫法则 就是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你 你就得首先怎么样对待别人 这是大家在做事之前一定要讲清楚的问题 你需不希望别人也这样对待你呢 我希望这个健康的团队出现一百倍算式 我们要怎样才能做到呢 将来我们回首今天 会对我们今天走过的路程而感到做好 我们帮助了多少人 我们怎样影响了别人的生活 我们怎样影响了遥远地方的人们 我们自己做出了什么样的榜样 要注意我今天所讲的不是做完美的人 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 开发你内在的领导力里面有一句话说 追求完美是不必要浪费时间的举动 但是追求卓越则是值得花时间的 是非常健康的做法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做到最好 追求卓越 我们一定会帮助你 这就是我的目的 我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和一个五岁的儿子 影响象不到你现在所做的事情 对你的孩子 对你的伙伴会有怎样的影响 这里有一首小诗 我想为大家朗读一下 题目是 跟着我的小伙子 我想成为一个信心人 可老有个小伙子跟着我 我倒不在乎自己迷路 可害怕把他引上歧途 我从来都躲不开他的眼睛 他每次看着我都会说他想跟我一样 哦 这个小伙子 我永远难忘 一路走来 风霜雨雪 酷暑严寒 我终于成了 那个跟着我的小伙子 有很多人追随着你 他们需要你做出榜样 他们需要你的爱和理解 你的接纳 你的褒奖 你的品格 还有你对他们的激励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特别的 我真希望能跟你们每一个人坐下来 花一些时间告诉你们 你们是这么独特 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一定会做到钻石的 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跟你们一起度过 在我下次再回到这里之前 你们要继续努力 再见